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学 来自我爱肉肉的第三个故事 紧张大师 这两个星期四考试周 今天考的科目是华文 张艺兴是紧张大师 一坐下来就紧紧张张的分开课文 还没关系完 第十八课还没关系 完了完了 张艺兴 十八课 十八课 张艺兴又说什么 在小岁的 灯桥被他逃水 张艺兴 第十八课 你别跟我说话 我要赶紧关系第十八课 张艺兴 你别跟我说话 我要赶紧关系第十八课 我并没有时间温习了 张艺兴也很吵嘞 我都不知道说他 张艺兴也不要吵我 我还没温习第十八课 我这样我要争取时间温习 张艺兴回答 无论是十八课 无论是十八课也没有用 就不用学说了 为什么 是说 张艺兴紧张的问 今天只考十一课到十七课的内容 十八课并未考 你骗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一定是担心我的成绩比你好 所以想害我 张艺兴不相信 你不必相信我 你只需要相信黑板就行了 黑板 什么黑板 张艺兴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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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同学没黑的哈 只是举起了手指 只限黑板的右上角 那里写着 华语考试换为 十一课到十七课 那是季老师写的 真的没考十八课 张艺兴糊涂还相信 我们都知道没考十八课 张艺兴糊涂说到我 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 张艺兴糊涂 我不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 但是你一直打断我的话 不让我说 哎呀 这又怎么了 昨天 昨天 昨晚在家里都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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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把文具带放在书包里 张艺兴急忙的在书包里放着 张艺兴糊涂 文具带着的不在书包里 看起来没有多一个线别的相片吗 快借给我 张艺兴糊涂的 不用借 你怎么见死不救啊 亏我还当你是好球币 张艺兴 神气了 你的文具带有在抽屉 原来我把文具带放在抽屉了 难怪猪包里找不到 张艺兴反目围了 兄弟 你也太紧张啊 我就是担心啊 哎呀 课文还没记手 我得抓紧时间 张艺兴又开始担心了 张艺兴又开始担心了 过了不久 季老师进来课试了 同学们 大家准备好了吗 把课本都收起啦 考试要开始了 季老师说到 等一等 我还没记熟呢 张艺兴还捧着课本 哎呀 张艺兴你怎么突然 这课本那么难手难分呢 张艺兴想收课本啊 全慢到一本 王军还不耐法了 现在零时报复讲人 可以用了 快把课本收起来 季老师 季老师 开始分发时间 好吧 终于训练 好吧 课本收到速报了 在一接到考试时 心里 开始慌了 哎呀 这么多道题 怎么够时间完成 其他同学都开始做答了 他把考试上翻来翻去 还没决定要先答哪一道问题 惨 走了 到了 我们明明记得做过类似的练习 怎么想不起答案呢 张艺兴在缓难的时候 只能一分一秒的就溜走了 好 时间到大家评比 每一组的组长把时间收上来 季老师说到 张艺兴还在绞劲啊 去做答 张艺兴教师阵了 组长林俊杰在催哈 再走一会儿趁快 张艺兴焦虑了 整齐时间 张艺兴快点了 我会等着 明镜节来催哈 老师必须离开去扣示我 拿一组组交上来 那么要是考试他们就得零分 季老师告诉他们 张艺兴会交啊 不要连累我们啦 听见季老师和同学们 听见季老师和同学们 分身紧张的 除了张艺兴教 让考试 哎呀哪位啦 林俊杰 强硬抽走了张艺兴教考试 哎呀我还没 张艺兴教 但是林俊杰已经拿考试交给老师了 几天后 季老师把屁改好的讨论分数 好 分发给 张艺兴 张艺兴 首先全班都拿到了这几个试卷 只有他还没拿到 所以还没拿到 季老师问 我 原来胡同学也没有拿到他的试卷 张艺兴害怕的提起手 偶尔 原来这两分 无名师的考试是你们的 你们就是无名师 季老师扬起手上的考试 啊 我忘记了写上的试 张艺兴就死还想死 我是无名 张艺兴是信 因为我们就叫做 你明师 不说些 常常因为初心而露 写上的试 张艺兴是死 王主人 故意把主人念碍了 哈哈哈哈 大家也不做笑 以后谁再忘记在考试上写的名字 我直接给他领分 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忘记写上 真是 准备 我都先领了 事先去留言 回到座位山 没有 怎么会忘记写名字呢 应该是一拿到考试就紧张看问题 没有 没有留意到名字还没写 张艺兴就是因为太紧张了 所以名字都要写上了 准备 只意 重视旺龙 再考卷 上写名字的世界后 紧张吧 血张一起 就更容易紧张了 到学的时候大家都离开 可是到时常去的 严重的效果 张逸行是最后一个离开课室的 但他到时常时听见胡同学说 帮我把你们开通膳啊 好热 刚才我 对我们把课室的通膳管 然后逸行一斤 头上 刚才我看着他 你刚才有看到我玩头上吗 我没留意 有没有关 然后你自己不少 好像有 好像有没有 张逸行想 不行 我没关 头上应该会一直转 过了他应该会爆炸吧 正常自言自离 张逸行也许别担心 他立刻就慌慌张张的跑去海洋 不然课室 张逸行怎么了 他刚去哪里 他去哪里 他去哪里 我用写问 冬巢 他忘了有没有关松山 哦我刚才看到他关了 还不记得了 张逸行来的时候 董巢问他 怎么样 关了 张逸行应该找你 嗯 我从谁看到你关了 冬巢告诉他 你怎么会想说 他有朋友 张逸行 怪谁很多 哈喽 你刚才有问我吗 巫龙鞋反问他 即使巫龙鞋告诉你 冬巢已经关了 你也不会相信的 刚才了解他 对啊我说的也等于白说 巫龙鞋同意 这 张逸行 张逸行 你从客室出门来的时候 有没有把门关好 不妨许问他 嗯 应该有吧 应该到底有没有关好门 哎呦 一行的巫龙鞋 没有留意 有没有把门关好 好像有 好像没有 张逸行没办法确定 老实说 如果没关好门 有小狗小猫 进去大小便的话 最后离开客室的人 就要负责清理 登草 看着张逸行 啊 现在我就上去检查 张逸行 又往楼上跑去了 他是跑上你了吗 不用鞋子 这张逸行的妹妹 哎呦 最近很紧张 焦虑 一直担心自己忘了什么 都没有做 哦 我告诉你 待会他下来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原来门已经关好了 对啊 对啊 果然 这样醒了之后 参合到 没事 果然参合 所以 风声很软 很紧张 大师来常常 担心其他有的没的 登草 几乎天天都会停 他在难门自语 不行 他也停不停 好像就谁才来 可是我大便 我好像没有冲过头 我出面的时候 好像忘了放 安全的灯 改在 很难受 很轻松 好像我把胺针碗 爹爹爹 放心大棚 每次会同检查后 发觉他都做了 就是因为太担心 以为 所以以为自己帮我做了 噢 噢 今天同学们在 休息节前 完成了 做文考试 当江一星 在学养 市场海学 大吊了一下 啊 后来学养 你干嘛 啊 下 笑了一跳的王军海 高兴地瞪着他 我的做事件 好像没写到 好像没写成名字 做老师说 没写成名字 我们说 中条 抽完 是了一大口罩 能不能理解 那 江一星不能接受 谁走一分 不用写走得过来 江一星 中条 用实实的指着哈 如果这次做文得灵魂 爸爸和妈妈一定会阻挡我 这次我完蛋了 江一星 你开始冒冷汗 江一星你当心太多了 没事了 不用写安慰他 没事 我没写名字 得了零分 你还说风涼花 江一星快崩溃了 所以你都说好是没写名字 说不定 你有写上名字 那你忘了 你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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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写在上面前面的地方 所以你自己要记得做 那你就不会这样交流 这样有用 那你行混到 你要乐福啊 不要放大问题 就是很多说 都是你自己笑自己 可是我的灵魂怎么办 过去的就让人家过去吧 人最重要的是往前看 胡同学拍了拍他的肩膀 哇 胡同学 终于到了老师发作文考卷的这一天 张一勤战战兢兢的 等待季老师叫他的名字 张一勤你没写上 季老师大声说到 我真的没写上名字 张一勤快出出来了 日期 逼要不许说 日期 我写上名字 张一勤战兢了 日期 名字有写上 但日期慢级你没写上 季老师回答 所以我被夺灵魂 太好了 张一勤喜急而剃 没零分 但你这么离奇了 恢复不及格 日期老师把时间递给他 不及格 那我爸爸妈妈 一样会出发我 张一勤又很过度紧张的 你认为张一勤这种过度紧张 一直想要自己的性格 应该改掉吗 童年 童话 完蛋了 张一勤说 完蛋了 我的眼睛了 季老师说到 这边脸上了 季老师说完蛋了 我忘了带作业 季老师说 今天的作文就结束了 今天的作文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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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